大家好,我是凡华社长,今天是8月4号了,每天在这里为大家解读过去24小时 数字加密货币市场的新闻,还有盘面操作的心得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请点赞加关注,也可以加我的电报群,那天放在视频的下面 因为今天天气太热,我刚刚才醒了早,所以头发是湿的 还有我这天,也因为天气太热,我可能体内上火,所以前几天把这里稍微刮了一下 所以就起了很大的泡,所以就有点破相,本来我想遮住一下的 就是靠这个话筒遮一下,但是可能也遮不住,给大家说一下 不过反正我也不是靠着颜值来吸引大家的 所以我们还是靠内容来吸引大家吧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内容吧 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媒体上面一个重复重复在出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NFT 记得在6月份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可能在7、8月份或者说下半年的一个热点 可能就要推出是NFT,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有篇文章什么NFT安全吗 然后就是再看看下面有一个什么CryptoPunk在线狂热投资者为何意愿高价买入 我谈一下我对这个NFT的看法吧 很多现在市场或者说很多平台,很多公链都推出了支持NFT交易的这个功能的市场的一个项目 在我的感觉呢,比如说什么NBA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名人啊 还有现在奥运呢,也推出了什么NFT的商品的市场拍卖 对我的感觉呢,好像就是任何人在网上推出一个所谓的数字化的产品 一般来说都是一幅画,或者说一段视频,或者一段文字拿到网上去拍卖 你说这些东西能够值什么钱,我完全不相信它值什么钱 但是网上就不停的有人在这里把这个东西炒热 所以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或者说有一个类似的东西拿来对比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那种邮票性质,就是说每一个国家是吧,每一个国家 还有每一个阶段,每一年都会出很多很多邮票 这些邮票其实有实用价值就是贴在心中的 但是现在用来记性的这种功能算是越来越少了 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你要是很多人,很多国家,很多地区,他们会为了某个纪念意义 发行某种特定的邮票,然后你也可以买一下,收藏一下 在以前的话,还有很多人买邮票 但是现在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买邮票了 我相信,所以邮票的收藏价值慢慢慢慢 随着没有新的人涌入这个市场 我相信邮票的收藏价值可能会慢慢慢慢的消亡吧 也说不定 所以NFT呢,可能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数字化的邮票 纯粹没有实际运用价值 那邮票以前还有实际运用价值,现在没有实际运用价值 NFT比如说它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搞 以前邮票还有预定要一个相当于一个政府机构才能发行邮票 现在NFT任何人都可以发 我自己都,是吧,你在那个市场上面你自己上传一下自己的话 然后创建一下,这就是一个NFT 然后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 纯粹就是你炒一下,我炒一下 你要是一个名人或者说它代表了某一个特殊的纪念意义的话 可能还有人买单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还有没有人觉得这个有收藏价值呢? 那就很难说了 所以NFT完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炒作炒作再炒作的项目 真的是没有必要跟风,或者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 找一些有价值,就是你觉得有真的有价值 比如说短,或者说在一定时期内有价值 不能说长期多久啊,10年8年的 不像比特币,10年8年,20年以后可能都还有价值 像这种NFT的,可能这一段时间啊,大家在炒这个很火 过了一段时间,谁还关心,还关心 你比如说有一个所谓的明星 或者说某一个名人 他自己把自己的某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事件 然后做成数字产品发展往上 可能有很多人去买单,买了之后收藏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他这个名人已经不太出名,没有人记得他了 或者说他这个事情已经不火了,也没人关心了 或者说他这个名人因缘某件事情身败名裂了 根本就像最近的吴亦凡一样 很红的时候,大家都是追捧 他自己很多事情都会有人来买单 但是现在一下形象破产了之后 那他所有关于他的所有东西马上 现在据说他自己出的很多还没有上市播放的影视作品就不准播放了 那你比如说有个名人,现在很有名,现在很有火 然后他针对自己出了一个产品,哎呀你去买 买了之后搞不好过了几年发现他自己一些个品德败坏的行为曝光了 然后身败名裂,那围绕他自己的这些售仓品还有人买单吗? 所以就很难说了,所以纯粹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炒作 的产物 风险很高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 今天盘面比特币啊 延续了我上一期视频的预测说要下跌 今天下跌的幅度不大 我说可能会下跌到这个箱体吧 就是说如果4万到3万是一个大箱的话 然后3万5,3万6到3万可能是一个箱体的底部,下箱体 可能我觉得他会一波下达到这里 在这里看一下 用这个价格来考验一下 看他到底是这一波上涨是上反转呢还是反弹 现在还处于下跌的这个通道中间 我们就等着他 我的猜想是会跌到这里 当然也可能跌不到 但是我反正觉得大概 就是说每个人在交易之前可能都会有自己的预判 对自己整个市场 你肯定要有自己的所谓的看法是吧 我的看法是他会跌到这里 所以我是坚决在这里等着他 在这里看 就看这个市场 看他自己有多大的能量 你能不能在这里稳住 或者说在这里跌破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判断你这一波行情上涨到底是什么性质 因为比如说从3万这里一直上涨上来 我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性质 所以我就不敢进 不敢进的话 那我就用一个东西要考验一下 考验一下就是说你肯定会回踩嘛 这个市场不可能说一直一根冲着往上涨上 你肯定会回踩 那么你回踩之后的时候 就看你到底有多大的能量 所以我在这等着他在3万5 3万6的时候 用这个价格来考验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性质 好了说完了这些我们来看到看一下 昨天这一期视频的留言 我们来点评一下 有6条留言 一心反复对你没事 因为市场天天在家不出门炒币 市场找我找 市场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我看你这个人说话 宋某人 我倒是很喜欢你每天在我这里下面留言 说明是我一个粉丝 但是你这每天每天每天讲的内容都跟行情无关 而且好像大多数都是一种针对我的留言 就是说实话就是你这个人的情商不高啊 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我们都说一个人如果很强的话 都是会看到别人的好的一面 当然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画的一面 但是呢如果一个情商很低的人呢 就每天只盯着人的坏缺点在那毛缩 比如说做的一个事情 就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不是不行 他肯定有好的一方 就相当于一个人在学校里面考试一样 个门成绩肯定有好有坏 如果一个很好的 就是说一个很有教育性 启发性的人呢 他就会从这个小孩某一门考试中间好的一方面来鼓励他 就说你这个门考的很好啊 其他的要鼓励就偏鼓励看中一个人的闪光点 而不要总是盯着这个人的那种弱点 或者说不好的东西 鼓励他走向更好 就是从不好走向更好 每个人等悟完人 但是呢有一些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如果他自己能力不强 就是说往往就是他要通过打击人 就说哎我指出你的弱点 我看到你哎这不行 然后指出你的缺点来凸显自己的 怎么说呢 来凸显自己在引起大家的注意 这样往往其实呢 暴露出自己恰恰是个弱者心态 而且也不会得到 就是说也不会得到大家喜欢 所以说你总是说人家坏话 有谁会喜欢呢 你看到人家的优点 然后鼓励他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 比如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考试 他当然知道自己哪门考的好 哪门考的不好 你脑盯着别人坏话在那 说你说有人会喜欢吗 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好处在哪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应该是鼓励他 他慢慢慢慢有了自信之后 就会往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 自己恰恰一般来说 这往往都是弱者 他就是说 你这个人怎么考坏的吧 怎么怎么说 你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好像听起来别人 今天你看这个 其实往往这种人 在生活中是得不到代价 好了我们来说了一般 我也说了很多 跟行情无关的话 做空会回到三万的 做空倒不至于 我现在强烈 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 强烈的投资的概念 在市场上面 就是说我现在也 不怎么喜欢预判整个市场 就是说很多人总是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工具 比如说K线图啊 或者说逻辑啊 来判断整个市场的走势 现在我觉得吧 我现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 或者说我也关注整个市场这么长时间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在这个市场上面 真的你无论你自己的能力如何 你不用去考虑整个市场的未来走势 或者说除非你是这个项目的主要的超盘手 或者西部或者庄家 否则的话 没有任何人能够准确的预测 这个市场的走向 你可能预测十次对一次错 可能一二零命 所以根本就没有必要预测这个市场 就像我前几期视频内容一样 最终赚到大钱的人 或者说最终能长期来看赚钱的人 那是什么人呢 都是一些个价值投资 而不是投机的人 什么叫投资 就是不要关注 比如说我现在看这个市场 是来看日线图 你可以把眼光放大一点 不要关注日线图 你可以看到周线图 如果你的周期很长的话 那么在一个周期内的低位的话 你去买 然后周期内会涨上去的 你就不用为每一个小时 或者每一分钟五分钟一刻 中半小时的波动 而在这里做判断 或者说影响你的情绪 也不要为某一天 一天一个币的涨跌 你应该为某一个长周期 我觉得至少是周线图的 这样来判断它的走势 这样的波动 然后跌下来你就买买 然后作为一个价值投资 这样涨上去就会卖 这样的话 其实相反 也不用太关注 也不用太费心 相反这样大部分人还能赚到钱 你如果每天每天24小时 就在这盯着盘 第一搞得你神经济 第二 你也不误正业 没有误了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第三 往往这种人 比如说有很多人 做期货交易 做合约 然后只做五分钟级别的这种操作 往往这种人最后都没有赚到钱 相反做长周期的 比如说做一个星期为周期的这样的人 大部分人这样的人往往还都赚到了钱 所以我现在也觉得不需要老盯着旁看 而且我自己说了 我现在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而且我也不想所谓的判断整个市场 每天每天每天走势 这样我也第一 我根本我现在觉得我根本不想去预判整个市场 虽然我也觉得我要做节目 我觉得整个市场会就到这里 但是我现在也懒得去预判整个市场 我觉得既然长周期 既然你看如果作为一个周线图 或者月线图来看的话 三万块钱是一个底 那么我们就在上方前在那等着 不管你怎么上涨啊 或者什么样的 我反正我作为一个长周期的周期的判断 作为我的操作理念的话 那么我就在上方前在那等着 你跌下来我就买 或者说怎么样了 就是说跌下来可能还会继续跌 那我就分批再买 或者说怎么样 但是我就不想把我的精神和的情绪 影响在我某一个每天和某一个小时 这样波动的话 真的这样的话不是一个 怎么说呢 不是一个长期盈利者的心态 好了我也来说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忙什么 就像我前几天在说的 我说这一段时间我在做我自己的游戏 我也想做一个NFT游戏 NFT游戏如果说缺的什么呢 可能缺美术 就是如果从代码编程方面来看的话 我可能技术上都有这种能力 唯一缺的能力呢 那就是没有美术能力 但是其实你要把这个项目做好 别人在真正深入玩你这个游戏之前呢 可能最先接触的是你这个游戏的到底好不好看 就是说你的形象到底好不好 所以我现在还在学习怎么做这些 比如说UI方面呢 还有设计这些方面 比如我可以展示一下 你看我这做了一个UI 我这是跟着教程来做 做一个UI 做一个圆环 可以看到这个圆环 大家觉得怎么样 其实它是分了几个步骤来做的 就是有一个底色 还有一个高亮 你看我把高亮一变 变成这样了 然后其实高亮它是一个我画出来的 可以看到 其实是一个白色 很神奇吧 你看 你把这个高光的部分稍微移动一下 可以给你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是吧 很有意思 然后我也做了一下底 就是底基础在这个地方 我也做了一下效果 看 做了一下3D的效果 就是说如果你要做的小 就是做的不好的话 就会做的整个图很平面 平面的话 就感觉很没有立体感 层次感 要加入一些层次感的话 比如说你看 加一些高亮 马上就会感觉到不一样了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画 看这里是一个UI的一个按钮 我在学习怎么做按钮 其实它也是从几个方面来 你看 把这个光亮高亮一变 还有这个效果一变 马上 你看 这是最原始的 这是一幅图 就是你看 就是一个很平的圆环是吧 我加上一个效果 感觉好像很立体 然后再加上这种亮部暗部的区间一看 有点散 是吧 所以我现在 我也不是说 做项目 做这个游戏 也不是说全部都靠自己做 但是你要有自己的能力 把这个 有点自己的审美 虽然说很多东西 有人说可以外包 但是第一外包 我也找不到靠谱的人 第二也没有这么多钱找外包 所以还要自己做 只有慢慢自己做了 没办法 这些东西 自己做的最 最 最靠谱啊 所以最近几天我在忙这个 可能过几天我就会开始正式的做一些自己的项目的 美术了 美术就是说做一些游戏角色方面呢 还有UI的按钮啊 这些东西自己来做这些事情 然后 可以的 空 可以的空 反正我是看跌 但是我现在也不想去做合约的 我还是觉得 长远来看的话 还是怎么说呢 在这个市场上面 我觉得心态放长远一些 不要脑子盯着的话 那么我就 等着看你什么时候 做一个周线级别的地位 我再去买 买了之后 周线级别的高位在卖 所以也没有必要整天盯着盘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这一段时间内 我的视频的内容好像讲解了激情不像前几期视频讲的那么激情 就是说因为我现在盯盘也不像以前那么盯着很 就是说整天盯着 因为我在这也不说了 我还做自己的项目 然后 真正的在这个市场 我现在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真正在这个市场上面 赚钱的是些什么人呢 要么你是有钱的 大机构 那是你有钱 很容易就赚到钱 要么就是做项目 就是你是项目方 项目方就是你自己做一个项目 然后找人来拉投资 什么东西 就是相当于 最开始的很多工练的人 搞一个项目 搞一个项目 有人觉得不错 来投资 是吧 然后再就是长线投资的人 就是你如果什么 你也没钱 你也没项目 你又像在市场上通过投资来赚钱的话 那千万千万要投资 而比较投机 作为一个拉长周期 低位买买之后放着 然后作为一个以年为单位的人 然后来看的话 一般来说都还算是靠谱 比较赚钱的 如果整天盯着个盘面 每天每天的话 可能你短期内 还有时候你前面几笔赚了钱 往往最后大部分人也都 就是说如果你不及时抽身 抽出你 抽你四个市场 往往都还是亏了钱 所以 我现在的第一 我也没钱 但是我有技术 所以我自己做个项目 通过项目来赚钱 第二呢 我也想通过这种拉长周期的 就是 至少一周期来投资 看现在跌跌跌了这么多 但是我依然不敢进 我依然觉得还是在这里 或者在这里进 比较靠谱 所以我也不想 虽然我知道它会 我心里觉得它会跌 但是我也不想去做工作 不想去做这种合约的事情 叫做一种长线投资的这种策略 所以大家都说 哎呀 怎么怎么错过 是的 我的这种交易策略 就很容易错过一些机会 但是呢 它会让我安全感 好的 这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内容 哎呀 一下讲了二十多个 我们再啰嗦一句句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请点赞加关注 也可以加我的电报群 链接放在视频下面 好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